可爱的观众,多利这个设计真是太有意思了 在普通攻击三连级后停下来 他会给正宁扔一枚金币作为报酬 在角色待机动画中 正宁也会向多利索要金币 可爱死了 从这些设计来看 多利的正宁似乎非常爱金币 但在各种书籍中我们能够发现 大部分正宁并没有对金币有很深的直恋 首先,正宁们曾是赤王阿赫玛尔的手下 在书籍《木桐与魔瓶》的故事中有这样的描述 世王阿赫玛尔曾经广收正宁 并让正宁臣服于他 阿赫玛尔收服的正宁被关在魔瓶中 有需要的时候就叫他们出来 正宁的历史非常古老 他们知道阿赫玛尔都不知道的事情 阿赫玛尔甚至从正宁那里得知了 粤语驾车的起明星之前世 这个粤语驾车的起明星之前世 指的应该是书籍竹林月夜中所描述的远古时代 那个时代可能是目前元神能够追溯到的最久远的时代了 后来,阿赫玛尔和花神一起 为正宁们修建了一座叫做月旅城的城市 这件事让正宁们非常感动 所以即使阿赫玛尔视正宁们为奴仆 正宁还是非常尊敬阿赫玛尔的 然而后来,阿赫玛尔因为整了些烂活 生死国王 正宁们也因为这件事情遭受到了遗忘 被困在封印他们的魔瓶中 根据木桶与魔瓶的故事的说法 在奥摩斯港建成第15年时 有一名木桶捡到了魔瓶 并且破坏了魔瓶瓶底的封印 正宁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重现于世间的 当魔瓶开启时 瓶中的正宁出现在了木桶面前 他允许木桶向他询问三个问题 木桶通过三个问题了解了正宁们的过去 正宁因为阿赫玛尔的离去 被关在魔瓶中数个世代 因此,这个正宁曾经想要对开启魔瓶封印的人复仇 甚至要化为恶灵 毁灭自己或者毁灭世界 然而当他重新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发现他虽然荒芜残破却可爱异常 于是正宁放弃了复仇的想法 想要在这个世界开始新的旅程 显然,多利的正宁就是踏上旅程的正宁之一 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 正宁大多是被关在魔瓶中的 但多利的正宁却存在于预长灯里 根据多利角色故事的描述 他的正宁是被他骗进灯中的 每次多利战斗时都会把正宁叫出来 战斗完毕之后又会完成正宁一个愿望 在角色设计上的表现就是给正宁一枚金币 所以多利并不是在压榨正宁 而是和正宁达成了一种特别的雇佣关系 正宁也很乐于保持这种关系 所以就在多利身边不走了 多利的正宁外观很像史莱姆 但他比史莱姆多了一小撮头发 并且拥有两只小手 通过小手挥动大剑 帮助多利进行战斗 由于正宁浑身都有雷元素特征 因此他们的本质 可能是某种特殊的元素生物 以上便是正宁相关的一些设定 看完记得点个赞 我们下期原神视频再会 拜拜